臺灣的疫情感受到 提供臺灣的形象 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活動和活動 肯定臺灣防疫有成 歐洲商會發表2021年建議書 呼籲臺灣政府要抓住機會 進一步提升臺灣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與人才 一意見對 Rust grund定出 臺灣品牌的活動和活動 Sit-B жены使臺灣豐富 這會令得更 Ooo 他 allezенд炳 也要十足一次 欧洲商会总共提出170项议题 新议题占了66项 同时重申支持台湾跟欧盟 签署BIA双边投资协定 股发会主委公明星也亲自到场 听取建言 现在是欧洲对台湾的投资大量的增加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对欧盟的投资 也开始会陆续的开始增加 尤其是全球的供应链开始有一些转移 那势必如果我们要经营这个欧洲市场 那最后一里的这个取装也好 或者是发货仓库也好 势必是要增加 那我想对双边的投资的保障 我想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欧盟为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 2019年双边贸易总额成长近一成 达到505亿欧元 国发会主委公明星期盼 透过欧洲商会向欧盟执委会提出诉求 将促使台湾跟欧盟在双边投资协定的进程上 能有所进展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 赵婷宇 台湾台北 采访报道